青春有你三真的很坎坷 首先是人气选手爆出负面新闻 最终导致总决赛无法如期举行 最终的成团业更是取消 这样的结果可能是谁都没有想到的 而在青春有你三宣布停止录制总决赛后 XFORM正式成团 没有的成团业的他们关注度也没有那么高 青春有你三开播一周年后 选手们的现状又如何 虽然在青春有你三中积累了一定的人气 但XFORM的整体人气还是比较低 加上讨在运营方面不怎么上心 XFORM目前的发展也一般 XFORM的成员中目前发展比较好的是 罗伊州和唐九州 两人背后的经纪公司实力都比较雄厚 所以资源相对要好一点 后续的发展可以关注一下 因为父母的负面新闻 加上粉丝的一些举动 于景天最终宣布退赛 沉浸一段时间后 于景天付出参加一些活动 目前也算是有一些关注度 但他在内宇可能无法走太远 阴光头造型参加比赛的梁森 在前期的节目中获得了不少关注 梁森的整体形象和爱豆 还是有一定的差距 所以未能成团 前不久的情人节 梁森被曝光和演员王蒙黎牵手看电影 疑似两人谈恋爱 双方目前对此事并没有进一步的回应 人气网红艾克里里参加青春有你三 前期也确实引发讨论 但后续的热度并没有跟上来 淘汰也成了意料之中的事情 近一年的时间参加的时尚活动倒是不少 但和娱乐圈总感觉有些距离 内宇的选秀已经走上末路 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会出现新的限定团 新人通过选秀进入娱乐圈 这条路也行不通内宇的选秀业态也确实应该改改了